Hello 大家好 我是Erico 多謝大家一直支持我的Erico Channel 今天邀請了大家心目中的女神 就是柴犬女神Kiko 我之前成立了一個ericochannel.com 我推出了一個叫獸醫解密 很多粉絲和主人 狗主就會發了很多PM訊息 我問狗狗有很多不同的問題 有什麼要注意 可不可以講解一下 尤其是我們是開始成犬的狗狗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疾病 有什麼要了解和注意 我也有些心得 Kiko接下來就7歲了 是中女來的 是狗狗來的 也算是很漂亮 7歲打後 當然要留意多些身體健康的問題 其實到了這個年紀 容易會有心臟問題 也會有關節的問題 也有皮膚的問題 牙齒的問題 還有胃 這些很多很多的問題 有機會會有不同的出現 因為年紀開始大了 所以健康都開始要關注多些不同的 是不是 我相信一直跟著我的朋友 也好 看著Kiko 有寶寶有小 看到她大到現在 很感恩 其實Kiko都7歲 現在她的身體都尚算健康 沒有什麼特別大的毛病 不過年紀開始大了 我一直都可以留意到她的呼吸 還有她的關節的問題 有些什麼可以保健的需要 例如當見到狗狗 走路拐拐拐拐 甚至有甩膠 或者關節出現炎症 或者經常咳嗽 或者發出鵝叫聲 這些都是健康出現警號 狗仔不懂得說話 所以主人要更加留意這些求救訊號 為了預防或者改善狗狗的這些症狀 我最近試了這隻Worded的犬用超移樂 和犬用咳喘靈 二款就是Medispore犬用超移樂 是專為預防和管理寵物關節疾病的 關節軟骨營養補充製 這款就是Medispore犬用咳喘靈 很多時候狗狗會感受到 原浮粒子的影響和感染 令呼吸系統出現問題 而這款營養品 就是幫助提升呼吸度和肢氣管的健康 其實大家想令狗狗關節和呼吸健康 都有些小貼士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很多狗都很喜歡上梳化睡覺 然後牠們又會游在梳化 很開心地跳回地上 再下這個還是這裡 是很重要的 這些是線的 這些是實的 但我們家大部分都是用街磚 或者鋪雲石 那久而久之牠們跳下來的時候 關節就有機會受力 那牠慢慢就有機會勞損 如果譬如有時候我們家鋪一些 墊給牠們 BB隻也好 優格箭也好 或者地毯給牠們 由上面跳下來的時候 就可以幫牠避震 令到牠關節沒有那麼容易受損 那這個就是希望可以幫牠預防多一點 那如果你整個屋都有當然是最好 那你不會整個屋都是的 那如果你覺得牠經常在那位 跳上跳下的話 那你做這個 令到牠跳下來的時候 都可以幫牠預防到 那就最好了 給多個貼士大家 大家猜不猜到是什麼呢 就是和狗狗游泳 游泳有什麼好處 其實如果游得好 就可以令到狗狗的肌肉 可以變得實正一點 保護骨落 那牠將來走路的時候 都會有分力 不會那麼容易弄傷或者扭傷 那游泳是很重要的 不過單單這兩個貼士 並不足夠 攝取營養劑也是貼士之一 為外勸買營養劑時 最大的煩惱莫過於食用安全 和確實性功效 Wallet旗下的超兒樂和咳喘0 得到韓國和國際食品安全協會的品質認證 符合人類等級 即是人類可以食用的級數 而且不含對寵物犬無益的膚質 焗物、副產品、抗生素 而且最重要是有效果 這就是超兒樂 超兒樂含有專利膠原蛋白 對恢復軟骨組織有很好的幫助 而咳喘0採用了初乳粉 幫助氣管恢復 減低脂氣管疾病的頻率 這些成分都通過驗證 證實有功效 而不少主人都試過 都說不錯 不過我覺得除了有功效 狗狗要喜歡吃才行 二兩款營養劑 而我請Kiko吃的時候 握上手 感覺都不算太乾身 之後請他吃的時候 好像零食一樣 Kiko吃得還要很開心 如果大家想守護狗狗的健康 有很多不同的東西給大家看 以及去聽 還有手衣解密裡面 有很多很多的 關於我自己都覺得很驚訝的 不同的奇難雜症 你們遇到什麼 放出來 share給我們 inbox我們 我看到之後 跟大家到時在每一集裡面 說出來 或者分享給大家聽 多謝大家支持 下條片見 拜拜